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Daryl 其實對上一場妖犬賽已經是兩年前那麼久以前的事 今次終於有一場妖犬賽在錦駁路 不知道丹聯是否要選擇這條路 錦駁路 看你敢不敢搏才能獲得一個好的成績 Anyways 說回 今次我們的健身其實是很麻煩 距離比賽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我會爭取時間去操縣回來 不過我始終對上一次的比賽已經是兩年前 所以都要找回那個感覺才行 所以如果今次可以在頭十或十多 我就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結果可以回到家 不說那麼多廢話了 我們馬上去看看當天的情況如何 Let's go 你看看 多霸氣 整個RAFFER的工程車在這裡 來看 多霸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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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們今次的策略應該是怎樣才好 策略運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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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是高手運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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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 甚至你百計可能身體也未夠 那這些其實 以前聽前輩說 運氣都是比賽的一部份 祝我們好運 你以為我們今天不會錯過一場比賽 不會遲到 不會 這就是我們的隊友馬仔 有一年在維特見靈 我之前那一隊 我們參加的時候 只顧著吹水 然後就忘記了去報道 所以就失敗了整場比賽 馬仔你覺得怎樣 那一陣全靠 因為Sero那隊全部失敗 那我那一場就走車成功了 就是這樣贏了 多輕鬆 有獎金? 五個還是八個八個 那要多謝我們 要多謝我們 別人約你 十點秋名生見 你也要出現 才能做到極速傳說 比賽即將開始了 又是上坡又有問題 錦駁路賽道就好像一條肥美的施華力場 一共有四個彎 第一個彎我們會高速煞車 然後第二個彎雖然可以加速去出彎 但是由於二線收窄成一線 所以就要非常小心 第三個彎又是高速殺著車進去 但是就由一線去變成兩線 所以第四個彎 出彎的時候 可以地板有這樣 一路加速 完全不用收窄出去 這次的計劃 然後我就準備了三手 跟著三十一號 六號 或者三十六號 三十一號 我知道他比較不會去走車 主要都是在最後衝上去 所以跟著他應該就會比較舒服 之後六號 我也都清楚知道 他是比較踩得順 和快的 所以跟著他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至於三十六號 因為是一個舊的隊友 也都比較清楚他的過彎技術 和速度是怎樣的 所以基本上跟著這三個人 原來我營運就是沒有死的 在這個位置 我開始感覺到三十五號 他今天不太在狀態 所以我就決定了 一定不可以跟著他的後面 要過他了 而見到我後面的隊友 就選擇跟著他 在出彎的時候 都叫做有少少的斷龍 他就需要用多少少的力氣 才可以追上來了 見到二十四號選手 就向旁邊的車友 就輕輕這樣 碰一碰它 推開它 這個動作其實都是慣常做到的 目的都是為了讓他知道你在這裡 要他借一借 或者不要再過來 去到第六圈 即是剩下三圈 我就開始標示我的計劃中的那幾個人 跟著他 其實去到這個地步 你已經要開始排好位置 如果不是去到最後那一圈 你才上來的話 就已經太遲了 而你也會見到 其實整個地步已經開始斜高了 大家想的東西都是一樣 要排好位置 最後一圈的開始 我打算一定沒有死 跟著到三十一號 簡直是完美 來到最後一圈 我們就來看一看 整個圈的情況是怎樣 有興趣看回整個比賽 有個連結在這裡 可以按進去看看 誰知道一轉個彎 就已經被他脫了幾個車位 唯有怪自己的技術沒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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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我們是要拉一個背面 也就是說這個人已經比我們慢了一圈 不過幸好 雖然這個位置很高 但在人群之中 我都找到六號去跟著他 然後三十六號也衝了上來 我就有個選擇可以跟著他走 就好了 最後的大隻路 我看一看前面 數一數人數 大概我坐現在的是十一位 即是說 如果我要安全衝到線的話 入到決賽呢 那我就一定要至少一個人 而最後的成績 亦都是confirm了我是第十名衝線的 YES 4度 但我覺得仇多應該 可能控制到車群 你控制到車群的話 我反而要多 我們輪流出來 輪流出去燒 燒到CS那班沒有力 我們先 好 認真的男人 是比賽的時候 連飛輪都要更換 當然 這樣可以 對不對 所以Marginal Games 一秒都不能輸 數二元 不是跟到全城嗎 哈哈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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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玩就玩夠了 是時候要認真了 決賽即將開始 運動如請準備 5 4 3 2 1 決賽的策略和預賽 大同小異 決賽的策略和預賽 大同小異 首選我會跟著18號的Chris隊長 然後就有31號 6號 和23號的馬仔 在比賽前的幾個星期 Chris和我 就練過一下 怎樣去駕車 和做一個Lead Out Train 希望這次的決賽 是可以做到這件事出來 但去到第三個圈 那個Pace是一路都沒有跌過下來的 我開始感覺到 有危機了 我可能 捱不到去終點 在每一個圈 的每一個彎位 我都發現 我是慢過人很多 的 輸很多 究竟我可不可以 在比賽的過程中 進化到自己 偷到他們的小小屍 去到第五圈 終於有少少喘息的空間 我立刻利用這個機會 上回前少少的位置 而剛巧巧 在這個時候 就有人發動了一個 走車的攻擊 所以是很幸運 有少少空間去墮後 讓別人追回這個攻擊 但去到這個情況 我已經是50%確定 我是不會跟別人 去到最後 斗衝的人 去到第七圈 剛才的攻擊被瓦解了 我又借這個機會 走回前面的位置 誰知道 變成我走到差不多 最前的位置 好像我在發動攻擊 其實我真的不想這樣 但沒辦法 唯有被迫著頂眼上 而在這個時候 前面的六號 就好像發現了 後面跟著他那個 就不是自己的隊友 三十一號 而是我 所以我懷疑 因為這樣 他就放慢了腳步 但令我一點點驚訝 和失策的 就是想不到三十一號 他竟然是彈射在前面 而不是坐在這裡等衝 而結果 我們是用了差不多兩圈 才可以追到前面幾個人 在第十三圈 我終於找得回隊長 打算跟著他一路去到尾 這樣就沒死了 但是又是過彎 記不如人 就這樣又不見了他 而所有人已經開始在排位置 我開始很難上得回他前面 去到第十四圈 就更加不用說 那個PACE已經有再一步拉高了 我發現隊長已經走到他很前 我根本沒有能力去再上前 去跟回他 那我就唯有 既然六號在我附近 我就跟著他 去到尾段的比賽 我開始感覺到自己的轉彎速度 已經開始高了一點點 但可惜真的體力不計 尾爾一圈的最後一個彎 大家都可以看到 整個氣氛已經是不同了 大家已經是爭著 入這個彎位 要搶一個扭你的位置 好明顯我的位置實在太厚了 所以我唯有搏一搏 第一個彎位 看看可不可以用Late Break 搶一個漂亮的位置在前面 但結果是失敗了 搏不過 反而還輸了幾個位置 有興趣看回整個比賽 有個連結在這裡 我可以按進去看看 是的 來到最後的彎位 我聽到後面的36號跟我說 快點 快點 轉快點 其實 我也想 但我真的不懂 最後的直路 雖然我知道我已經沒有可能追到前面的人 但我也不想被後面的人追上來 我不想輸給36號 我要衝衝衝 但真的沒力 就在我看到他要超越我的時候 我就發出了 敗北的悲鳴 而最後衝線 雖然是非正式的結果 但我粗略數一數 都應該是第13名 總算達到我自己的目標 所以最後整場比賽就是這樣 大團完美地結局了 大家都很安全地完成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好啦 今次我們就說了這麼多 希望大家喜歡 如果你喜歡的話 就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啦 我們下次再見 Thank you Bye